長假期間 四川成都的棚鎮老街 也憑藉其新舊交融的煙火氣場景 吸引了不少年輕人前來 感受成都的慢生活 我們現在是來到 四川省成都市的雙流棚鎮 漫步在古鎮上 聽聽平書 百百龍門鎮 就能感受最為愜意的 老成都生活 國慶節的話 就特別是今年 人爆嘛 每天都是這樣 大概就十五百吧 從老茶館出來呢 我們就能看到一家 這樣的新式咖啡店 最先它是在一眾老茶館中 脫穎而出 那現在整個小鎮 已經有了十多家 這樣的新式茶飲店 不管你是愛喝茶 還是愛飲咖啡 總能找到你 重益的那一杯 整體的流量很大 我們每天大概也能賣三五百杯 眼下 彭鎮老街 已經成為了年輕人天馬行空 施展創意的最佳試驗場 而這個假期 市場也給了他們熱情的回應 我們開店也就短短三個月嘛 這是第一次經歷一種 國慶假期這種人流 像今天也許能賣到四百萬 1.1公里的這個老街上 我們分佈了有接近 一百家這種小店 其中傳統的小店呢 大概有四十 跟去年同期相比起來呢 應該說人流量增加了50% 每天應該要達到一萬多人次 我們要先發揮 我們去看看 我們要的 我們要不要